大家好,今天要带大家看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 就是我们最近在热卖的由Novo和香港置地在曼谷共同开发的 在曼谷的无线电路上的一个精品项目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背后的那个肩顶的 就是非常知名的上泰百货的顶级商场 Central Embassy的商场的地址 那在它的下面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1的那个围栏呢 那个就是Central Embassy这家商场的2期 也是由上泰百货和香港置地共同开发的 那么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可以看到 项目的邻居呢就是我们的瑞士大使馆 坐落在项目的隔壁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从瑞士大使馆呢 一起走去我们的项目一起来了解一下项目的详细的信息 那无线电路呢在曼谷的话是一个非常知名 而且土地价格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了 整个无线电路上呢囊括了各个开发商最顶级的 最知名的一个产品系列 那在无线电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的这个比较荒浪马路啊 一些大树啊 整个的市中心的这个气息还是非常重的一个情况 那在大使馆呢瑞士大使馆的隔壁紧接着的 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介绍的 Embassy Wireless这个项目的一个土地基地啊 我们现在呢从大使馆的这面墙呢开始 就进入了我们Embassy Wireless这个项目的一个土地基地了 那我们之后的话这个项目呢是一个面宽潮在 Wellless路上的这样一个项目横向在大马路边上 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而且这一块地呢也是目前Wellless路上的 唯一的一块永久产权的一个土地基地啊 所以它非常的有价值 我们现在就进去我们的项目来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 那在我们项目的对面呢就可以看到那栋高高的正在建设的公寓楼 这一栋呢就是传说中非常著名的安安公寓了 它是一个租赁产权的公寓 目前的售价也是在60万泰铢一平米 那在它的对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线电路Embassy的这个项目 那目前的无线电路Embassy的项目呢只接受预约接待 不接受只接的访客 目前呢是一个VVIP的一个预售阶段 我们来一起进去看一下它真实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呢是无线电路Embassy这个项目的一个项目模型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5328平方米 前面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无线电路 所以整个项目是一个横切面在无线电路边上的一个项目 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那整个占地面积5328平方米当中呢 我们用了超过1700平方米 在前面的位置做了一个大使花园 来供整个项目业主的一个休闲娱乐 那整个项目呢一共是41层高 以及地下两层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设计 那整个停车位的占比呢是接近于70% 总户数一共是757户 那现在由于很多客户选择购买合并房型 所以最终合并下来的户型将不到600户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在左边的这边部分呢是一个20层楼高的一个侧楼 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呢是它主体41层高的一个主体的高层结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公共设施配套的一个情况 那一楼的部分呢是我们的入户大厅和私属会客大厅 以及会议室的一个设计 那随着楼层上来呢在这里的17层呢是我们的一个T下午茶的一个下午的一个花园 那再往上呢是20楼 20楼这里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500平米左右的一个空中花园 以及在这一层呢还单独有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娱乐区 那我们可以看到顶楼的一个部分 在它的顶楼的这两层呢是我们所有的一个主要的公共设施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啊 我们在41楼的楼顶这里呢是一个30米长的一个泳池 在泳池的两边呢是我们的落日观景台 然后在泳池的后面的话就有我们的水疗中心 健身房还有大使会所 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娱乐休闲的区域 那另外呢我们也是打破了一个记录啊 我们在42楼的顶楼 做了一个将近一千平方米的一个顶楼花园来供业主来享用 所以整个项目的配套是是呢 把户外户内啊 它的尊贵和享受呢 结合了一个非常的完美 那我们现在通过电视屏幕的航拍图 让大家更加清晰的了解一下 无线电路的Embassy项目 它超越成一般项目的这样一个特别的地理优势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上 这里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Central Embassy的这个商场 那里面呢它还有顶级的酒店 Pakaya酒店也是在这个里面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对面呢 对面这里呢就是泰国非常知名的 Gongsi银行的总部大厦 那在它的后边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白色的位置的一个项目呢 就是在Wellless路上的非常知名的 Wellless 98的这个项目 它的价格呢已经飙升到100万泰铢一平米的 这样一个价格的状况 那在它的旁边呢就是美国大使馆 那回到我们这边的方向来 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Central Embassy的商场 那在它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块非常大的土地基地 这个就是在前几年非常著名的原来的英国大使馆的原住地 也是到目前为止泰国土地拍卖价格最高的一块土地 依然是现在记录的保游者 那这一块土地呢接下来也是由我们 无线电路Empathy这个项目的开发商香港之地和盛态百货 将在这里呢建造开发它的第二期它的商场 那未来在这个地方呢会有商场酒店写字楼 以及一个租赁产权只有30年的一个公寓项目 那刚才在外面我们也讲过了 我们的无线电路Empathy的项目呢 是无线电路上目前唯一的永久产权的一个公寓项目了 所以呢接下来在这里建设完成之后呢 它的二期的商场里面的租赁产权30年的公寓项目呢 造价目前也是会预计到50万泰铢一平方米 那目前的无线电路Empathy这个项目的话 它的起步价只需要25万泰铢左右的一个价钱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也是无线电路上唯一的一块永久产权的土地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BTS苏昆毅的BTS轻轨线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距离轻轨线的距离呢 大概是40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在它的这边有一个连通的一个走廊 到这边呢就是我们Centra的另外一个商场 Centra Chilo 所以呢Centra Embassy和Centra Chilo 它目前是连接在一起的 未来的话还会跟它的Centra Embassy的二期商场 进行一个连接 也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中心的区域 那在我们的项目的正对面呢 我们再过来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块土地 这里这一块土地呢 就是目前曼谷非常知名的安曼 安曼的公寓 它也是一个租赁产权的公寓 它目前的售价呢 租赁产权也是要飙升到60万泰铢以上一平米的这样一个价格 那在这个后面可以看到间接的这个顶呢就是非常著名的Centra World 上泰百货的中央广场的那样一个位置 所以整个项目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它就是在城市中心的中心的一个豪宅顶级土地价格最贵的一个位置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周边的一个邻居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项目 无线电路Empathy的这个公寓楼的这样一个位置 以及它的外观 它是一个高41层的一个高层公寓 在它的前面的话 我们还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大使花园 在一楼的一个区域里面 那与它相为零的呢 就是刚才我们在前面那个部分给大家讲到的 这里是Central Embassy的一期的一个商场和Pakaya的酒店 在隔壁的这个空地呢 未来是Central Embassy的二期的商场和写字楼和租赁产权的公寓 那在它的旁边这里呢 一个第一的楼呢 这个群体呢 就是瑞士大使馆的一个土地 那这边的绿化呢 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私人公园的一个博物馆啊 土地价格都非常的昂贵 那在这边的话 就是刚才跟Central Embassy连接在一起的 这个Central Embassy的这样一个商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项目的 在这个中心区域的一个情况 土地价电路的Embassy项目呢 主要分为几种户型 其中包括35平方米到46平方米的一房 以及54平方米到77平米的两房 在楼上呢 还有100多平方米到150平方米左右的三房 以及顶楼241平方米的Pan House 所以户型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 的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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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